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女性话题 今天恰好又穿的比较女性化 你也知道阿萌一贯穿衣服都不太讲究 偶尔朋友点播我一下 说你穿暖色调的衣服 橘色的粉粉嫩嫩的颜色好看 我说好的,我穿上 然后很多朋友说 阿萌你这头发梳一边 这样披下来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好漂漂亮亮的 对吧,这个扬眼 后来我想说 对呀,我一开头三年前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look 这个批到一边之后 你们说好烦好烦 你们把头发扎起来吧 换一个样子吧 我就把头发扎起来了 后来呢,就一来二去的 新加坡又比较热 这个批着头发确实很难受 偶尔能反下来一下 结果还获得了无数好评 那我想说那批就批着吧 正好昨天刚刚洗过头 所以今天是一个黑肠直的状态 放两天可能是一个 这个卷卷曲曲的状态 阿萌真的对这个衣着发洗 这个一无所知是吧 所以有品牌商如果想要赞助阿萌的话 请赶快帮我打造一下 这个富丽堂皇的人设吧 好吧 这个扯偏了扯偏了 今天要说点啥呢 说说女性话题是什么 由头呢 就有个编剧啊 叫英武史航是吧 他名字叫史航 结果他那个微博名字叫英武史航 以这个14年的时候 小时代上映跟郭敬明对线而闻名啊 后来还批了什么围城什么的 反正就是一个中系毕业的一个哥们儿 然后后来在中系还当老师 后来又当编剧啊 参演了不是参演啊 参演和参与了一堆这个大戏的一些编剧啊 比如说什么贴着团鸭 季晓兰 还有孟敬辉的一些什么戏剧 这些大戏什么的 反正就是一个 非主流的那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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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 后来呢 以这个在微博上面比较耿直爽快 然后这个比较毒舌爱骂人是吧 建立起来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人设 再加上在圈内的这个关系比较 比较充裕啊 就是比较玩的转 所以呢也经常去一些什么圆桌派啊 啊什么奇葩说啊 什么七七八八的一些访谈类的节目啊 包括呢 还去什么现往的生活 我待会儿了 反正他就是一个你定位不太好 还有时候有有有 有些人还说他他因为他爱看书啊 所谓什么汗牛冲动是吧 经常还当个书评人什么的 做做节目啥的 就就就是一个斜杠青年啊 非主流编剧 就是这么一个哥们 结果呢 这个四月底的时候豆瓣上一个帖子 匿名帖子说这个史航性骚扰他 然后还把性骚扰的这个具体经过呢 都晒到了网上 然后等会儿我再具体说是怎么性骚扰的 然后后来呢 就接二连三的又有不同的女生 也是匿名的形式啊 跳出来说 哎 在他家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头上 我当时也没有拒绝 不拉不拉 他怎么怎么 一来二去的发酵到五一 然后史航呢 就回应了 在微博上面啊 说这个 嗯 嗯 我问说啥 我看一下啊 说这个网上涉及我的文字 我看到了 情绪呢 我能理解 但情况不属实 就就否认了 说这个不是实情啊 还有第三天啊 这三天 我一直没有回复网络上的诸多质疑 因为我正试图找到妥当的方法 在保护双方隐私的情况下还原事实 然而给自己相识的女性带来如此的感受 才是我真正人生的失败 十分歉疚啊 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啊 然后呢 就是来聊一聊具体 这个对他怎么评价 对他怎么说的 我就先不评价了 聊一下这个 首先捶他的这个姑娘啊 是怎么来说他性骚扰的 他说是这样的 这个姑娘是一个 年轻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导演啊 一个菜鸟导演吧 嗯 19年带着自己导演的片子 参加某电影节啊 在会场附近的遇见史航 然后呢 他 哎 重点啊 他是他的微博粉丝 平时呢 喜欢看他的读书推荐和一些影评 然后他参加的什么话剧啊 电影类的线下活动啊 听起来也很棒 感觉会是个很有趣的一个网友 于是呢 他就上前打招呼 自我介绍 还互换了微信 有时又用力过猛 嗯 然后这个电影节结束以后呢 他们在北京啊 就约了一个午餐 嗯 然后那个饭后呢 就去他家坐坐 因为那个史航说就在旁边 然后他家书 他家好多书啊 就这个女孩说的啊 就这个女孩说的啊 趁我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趁我浏览的时候啊 他突然间凑上来 深深吸了一口我的头发 说了什么啊 我已经不记得了 大概就是很香之类的总裁话吧 感到不舒服 毛骨悚然 当面就指责他了 并马上提出要走 他就道歉了 坚持送我到楼下 下楼过程中呢 他又突然间问我说 能不能亲下我的耳朵 结果呢 他震惊了 说当然不行 过了几秒 在狭窄的楼梯间一个并线 结果就亲到了他的耳朵 我非常生气 但说实话 一切来太突然 只能是震撼大于生气 总之呢 又他又道歉了 说我实在忍不住 然后呢 这个楼门口又遇到几个 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 说是约好了 当天要在他们家进行采访 明知 让他说明知楼下有人等 送他下来的功夫 还要在肢体上进行性骚扰 他就又一次震惊了 然后他说从此之后再也没见 这是19年8月6号发生的事情 他说如果有人证也好 或者说出你们的故事 咱们组团去捶他 不拉不拉不拉 对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他一发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女孩 也发出来了一篇帖子 我把这个我就不具体念了 就放在这个边上 大概有一些红荒 你们看到 他说这个也是受害人之一 所以呢 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对他留下了比较好的一个印象啊 就曾经跟几个朋友受邀 去他们家 就是一起一堆人一起玩过 感觉不错 后来呢 就单独约他 然后就去小夕天看电影 小夕天是电影资料馆那边的一个 经常放一些老片的一个片子 一个电影院 然后呢 全程都在被摸腿 捏手 捏着耳朵 说一些暧昧下流的调情话 当时年纪很小 刚刚毕业完全慌了 大脑几乎是空白 什么 然后呢 他说我年纪都不到他一半 他比我父亲都要年长 在我心里 他一直是一个有趣的长辈 从没想过会遭到如此的对待 他坐在我的左手侧 像一堵肉山 将出什么通道挡得死死的 完全没有给我离席的机会 啊 因为他是名人 什么电影结束后 一本正经的还站起来发言 什么无数闪光灯 对着他也对着我闪述 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啊什么什么 不拉不拉 然后呢 他又说电影结束已经很晚了 然后他同样坚持啊 要打车送送我 同样在黑暗无人的这个地方 突然拥抱和舔尸我的耳朵 至今仍记得沾了他口水的头发上 那股恶心的味道 然后他说 我从小到大都太乖了 被保护的太好了 不知道怎么来定义 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 不拉不拉不拉 然后呢 这个之后他还说了一下 就这段你们听一下 他说他还去过史航的家里 他习惯了一下史航家是啥样 说史航家里非常的脏乱 不是照片中表现出来的随性堆放 而是真的很脏 吃剩的饭菜和罗女写真集 堆在一起 书架边的桌上满是干果残渣 亚麻凉席都发黄了 然后这个史航不抽烟 但一口黄牙臭气熏天 说话吐沫横飞很难令人直视 不拉不拉不拉 反正就是说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以上这个说史航家里的事情 确实涉及当事人的隐私 妥不妥当你们自己看 反正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 这个各种啊 因为这个史航他作为一个书评人 然后他自己又是个编剧还写书 所以很多这个跟摩帖啊 什么硬核读书会新周刊啊什么的 就是经常跟他一起有书籍合作的人啊 都发了帖子 其实吧阿萌今天真的找了一个不太好聊的一个话题啊 因为是既得罪女性又得罪男性 如果你说这件事情吧 女生吧 在里面也有一定的责任 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啊 也有这个吃了年龄的亏 或者吃了这个阅历上显的亏 吃了各种各样的亏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你但凡说点这个女生也有错 可能就会有一堆女的说 呱呱呱呱呱呱呱你怎么了 然后但凡呢 你说这个男的吧 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啊 就是个猥琐 就是人就是take advantage of别人 就是这么一个权势信心什么的 男的呢也会跳出来 是吧 也会说你是不是在讽刺我们 是吧 这个榜大腰圆 看起来就不像是会信心别人的人 你是不是有所指 所以说这个话题就会两边不讨好 但是呢阿萌想了一下啊 就这件事情啊 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白来的offer 就是当当一个女生当一个年轻的女性和你跟你兑现的这样这样一个所谓长辈或者说 他的权势地位和任何任何啊名声啊什么各种东西啊就是跟你极不匹匹匹配的时候 产生对线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不平等 比如说呃第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新对吧新导演带着自己的处女作去混电影节那肯定也是想获得更多的一些社会关系啊 史航呢他是一个编剧大大编剧背后就有着很多的这个影视圈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关系 那么你知道你结交史航可能他就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这个是实打实的 另外呢我觉得像另外的女孩啊 不管是去他们家吃饭也罢 聚会也罢 或者是一块去看电影也罢 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电影场里面史航还是作为一个什么演讲嘉宾 还是要怎么样 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在史航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带面的一个事情 对吧 就是你跟着我混有好处有油头有油水对吧 但是你跟着我混对吧 你用那你用什么东西来配我呢 我又不是说哎对啊 你带我参加一个这个我就请你出顿饭或者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那史航肯定不能说啊对吧 这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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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那么多您都还没赚钱的我来吧 但是他总总觉得心里面还亏点啥 总觉得说那你都已经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难道你不知道出来混是要怎么说呢 就是饭不是白吃的对吧 你难道你不知道你跟我这样的人去结交我给你带着点什么的时候 你至少得让我拉个小手吧 至少让我捏你一下吧 至少让我秀一下你的长发吧 对吧 至少让我在你的耳朵上面把它舔一下什么的 至少觉得说那我舔你的时候 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在赞美你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 一般人我还看不出来不舔的我喜欢你我才这么干对吧 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它会成为一个 一个很丑陋 但是他就是约定俗成 他就是在那的那么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坑截上面的事情啊 所以这件事情我既不占男的也不占女的 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对吧 然后我再说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个事情啊 比如说呢在当记者那会儿啊 我们也是要跟一些广告客户来吃饭嘛 这广告客户呢都是比较有钱的金主大佬啊 那什么 对吧 这个我就不听名字了 一个一个互联网大厂 对吧 这个公关的负责的人呢 那个部门的小弟吧 算是 然后呢 这个也是因为之前在一些酒局上面啊 碰过面 吃过饭 一群人的时候 后来呢有一天这个我的直属领导 报社直属领导 说哎那谁谁来了 来北京了 你你陪着他跟他聊聊天 说说话啥的 反正你们年龄相仿 那个时候确实年龄相仿 他不是一个掌握很多岁的啊 就是确实这样 我想说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要交流点啥呀 这脑时候真的不太过脑子 特别是你知道阿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非常大气的人 是特一个是一个非常在这个一些场合什么的 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女生 好好保护自己的一个感觉 就是ok什么时候好 要喝酒 我可以 我上 然后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那种就挥洒自如挥斥方球 会让自己显得很大气很大方 不要娇柔躁度 不要再怎么样 但其实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我等会我想说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女生不要这个样子 就女生在一定的场合 要把自己当个女人 不要在任何场合把自己当个男人一样 对吧 哎 我原来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老娘都hold住一切 我怕什么 对吧 坦坦荡荡 行的端 行的正 做的端 我去了 去了之后吧 就发现说啊 吃饭 确实两个人吃饭 聊了聊呢 就也没聊什么 都聊什么 我都不太记得了 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这工作的也聊 其他的也得也聊 然后我记得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哥们吧 还特别跟我提及了 他老婆 他老婆呢 也是创业 先新做了一个什么鲜花店 还是一个whatever 什么一个什么品牌啊 那个时候还挺有名的啊 他就吹他老婆 有多牛逼 挺厉害的 我当时觉得呀 摩拜呀 真厉害 好厉害 你看你夫妇两个人啊 你女的也厉害 男的也厉害 我说真问你高兴什么 就我印象中 可能吃饭 喝点酒什么的 就没有给对方 流露出任何 好吧 你可以把我怎么样 没有呀 结果呢 打车回去的时候啊 正好就是他住那个饭店 稍微比我 比我住的那个地方呢 稍微圆那么一点 所以就是我先到他后到 所以我就说哎 我到家了 靠边停吧 结果我在就是 冲车刚靠边趴的时候 我说哎 我这样我下车了 拜拜 你这个车玩好 拜拜 一把把我拉住了 说你要不要跟我回酒店 你知道吗 哈哈 因为我就傻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 就想说你是不是误会啥了 我觉得我没有流露出什么东西来 就是你是哪来的狗胆 就是要跟我来 就是要跟我发这样的offer 而且你他妈跟我吹了半天 你老婆又多牛逼 然后你现在上来要把我拉到酒店里面来 你要干嘛 对吧 就是你就是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你知道吧 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手甩开 我说他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但是你也不可能薄他面子说啊 他就混蛋 啪一巴掌拍过去 就是我说你误会了吧 这不怎么可能啊 算了吧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他也走了 后面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吧 你回去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心里面像吃了100个苍蝇一样 女生遇到这种事情啊 第一反应都不是觉得 哎呀 对方有动了 怎么样 你首先怀疑和反思的是自己 你就觉得说我今天是哪穿的不合适了 还是我今天是把头发劈下来了啊 显得格外不一样了 还是我今天在饭桌上面的时候 是给你递了什么颜色 是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暗示 让你能怎么样 我怎么了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 哎 所以就是 所以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上啊 我是分外能理解那些姑娘们 对吧 就是被史航 这个被那个什么回到家 第一反应是 我今天是不是 哪里做的不合适了 我今天 我怎么了 你第一反应都不是对方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出了什么样的岔子什么的 就是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唏嘘 所以呢 就是我就是聊 聊完之后 我总结一下 就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不要忽略对方对你的蔑视啊 就是你这个酒桌上酒局里面说的再愉快 再欢快啊 你要知道你跟他是吧 是代表两个利益群体啊 你是报社 他是广告商 他要投资的 对吧 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对等的一个状态 不可能是一个朋友的状态 没到那份上 也不可能是一个合作共鸣的状态啊 所以就是这样 对吧 广告客户 对吧 就是他怎么想的 你还得求着我办事呢 对吧 那那我亲你一下怎么的 我拉你一把怎么怎么低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就是哑巴亏 第二呢 就是说女孩子呀 不要过分热情 不要豪爽直率 是吧 这个容易很误导别人的 这个就是我刚想说的 不要存在着什么所谓 我是大女人 有啥可害羞 是吧 我要坦坦荡荡 我要是矫情了 显得我多小家子气呀 我不要博你的面子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想法 是吧 所以呢 就是你自己都不在乎你 你自己都不在乎你自己 别人就会觉得说 哦 你这样都行啊 你这个底线 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是吧 就这个东西 我一聊 我一带都明白 是吧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 就是不要小觑 长得不好看的男人 以及不要小觑年龄比你长很多的男人 不要小觑这个大肚子的 看起来这个男性荷尔蒙少的男人 对吧 就是不要觉得丑男没有威胁性啊 对不起啊 我这句话没有任何要那个 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要得罪你们 不要因此而取关我啊 sorry 就是胖胖的 圆滚滚的啊 这个很 确实不容易让人联想到性啊 两个女生都说 都觉得诶 史航 因为他立了一个人设 爱猫的男人 对吧 这个平时还说什么 他不买房 就租房 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宅着 对吧 树猪 胖胖圆圆的 可可爱的 对吧 戴个眼镜 看觉没有杀伤力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坏心眼的样子 对不对 哎呀 这个什么什么 打游戏的宅男 什么日系的范儿 读过好多书 就这些东西都会 都会莫名其妙的 在女性的那边 带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滤镜啊 哈哈哈哈 对吧 就是很莫名其妙 把这些滤镜全都打掉 打掉打掉 然后要回归到对方 是一个男性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本质 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吧 所以这个话题呢 确实不好聊 这个史航跟这几个女孩子之间什么关系呢 孰是孰非 孰白孰黑 对吧 这个谁也说不好 只有当事人明白 希望他们 怎么说呢 减低伤害吧 希望能达成某种和解 这个在人生路还长 对吧 吃一欠 长一智 对吧 然后希望你吃的欠越少越好 这是我中心的住院 但有的时候 这个智商税也还是要交的 没有办法 有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对 然后也希望你们 不要就是 尽少的受到伤害吧 然后在任何任何场合要注意啊 自尊自爱 对吧 要勇于say no 好吧 然后say不了no的时候 也稍微婉转一点 我在说什么 好吧 今天就这么跟大家聊了 OK 拜拜 拜拜